來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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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雞母 就這張了 就這張這張好不好 你選的 不是開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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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快掛出來 有 有喔 再一個 再一個 迷一下 有沒有 大獎耶 老師 你太神了吧 不是神 已經投資花多少錢了 太好了 總算中一次了 老師 我還想買新衣服 買新衣服 OK 還需要什麼 我想吃海鮮大餐 海鮮沒有什麼嘛 小錢 再來 我還想吃那個超大塊的牛排 牛排 來 要什麼給什麼 老師姐好大方 小錢嘛 那我還想 我還想要一個LV 食衣住行 有吃有拿的 當然一定要的 那我還想要 一台 老師來吃 不但老師來吃 我再付個遊艇給你 這麼好 對啊 換我一次 走吧 小錢嘛 你們大家沒看錯了 詹老師今天 真的瓜重大 大獎了 今天要帶著營營完成夢想 品嘗各種一生一定 至少要嘗一次的 極致奢華美食 超級澎湃的豪華海鮮 老師買給你 30盎司的慢火燒烤牛排 老師買給你 貴婦最愛的法式松露大餐 老師買給你 日本進口的生麒麟 精品等級的美味蛋捲 老師也要買給你 還有各式各樣貴鬆鬆的漂亮衣服 今天老師通通買給你 因為老師這次真的 中大獎了 老師 喜歡嗎 好喜歡 喜歡 好多我都好想買 店長 通通給它包回去 真的嗎 可以全部嗎 不高興 買下來這家店 我說詹老師 這麼大手筆的招待營營 果然是中了大獎 才會發生的事情 不過除了瘋狂的蝦品 頂級高檔的美味 也還是要嘗的 趕快來瞧瞧 詹老師做東的第一站 吃得到怎樣的好料吧 開心了 你看看 老師 讓你心想事成不願以償 要什麼就有什麼 真的 那我們現在吃什麼 有福同享對不對 對啊 老師做人 第一 真的 你今天真的好大方 第一 我們現在來吃什麼 這是一個 一個 上流社會的一個 私人的一個招待所 不是隨便能夠進出的 那老師 一定要有穿著 品味 身分 還有就是要有一定的行情 老師 那你有行情 有身分 那我們應該就沒問題了 我們從小吃的路邊攤 很開心地吃到這個地方 總算有一點 是不是 來一下也不錯 走 衣服 你看看 要換衣服啊 開玩笑 這裡的 對不對 他要換什麼是不是 對不對 要換正式衣服 對 正式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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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莫名其妙就買了這麼多 開玩笑 妳現在是名媛名流 對 我現在講話有細節 如果穿得太末的話就 也是 可能不進不去 那我們還是換個衣服好了 所謂的爆發� 大概就是像你們兩個這樣子了吧 幸好啊 還知道要換一下正式服裝 話說今天詹老師帶路的這家店 可是一家相當厲害的台菜海鮮餐廳喔 位在台北市區商業大樓的地下室 低調而隱密 廣受正商名流的喜愛 更嚴選各種高檔海鮮的食材 用師傅專業的手藝 變化出各式各樣精緻的料理 據說愛吃海鮮的客人啊 只要來過一次 就忘不了這裡囉 老師你真的帶我來吃海鮮大餐 我朋友爹爹不要像香吧 對不起 那請問一下我旁邊這位 英廷高大 陳子董 陳董您好 妳好 陳董您好 妳這表情又有像 封城的 真的嗎 封城應該是 老師好久沒來啦 不會啦 不會啦 氣質很好 開玩笑的 老師說真的啊 這個地方我們平常 要是經過還真不知道耶 私密 我以為招待所老師 你去的都是有那個 170公分旅遊喔 對啊 我以為妳說那個招待所 好啦 看後面去 我看看守所比較快一點 快點來 這個厲害了 這也是什麼粥啊 這來的紅蟲 紅蟲香米肉粥 真的耶 我最喜歡吃這個 而且它裡面有那個 紅蟲的黃有沒有 再挖 再挖一下 對 聽說這邊料理都沒有 餐任何的味精喔 沒有 我們在台南 經營餐廳已經34年了 好 那就是強調不用味精 不用人工香料 這些聖書我們都 所以他剛剛說有熬一個高湯之類的 對 用老母雞 用高湯去熬出來 老母雞 老母雞 老母雞你一直吃 後腿肉 大骨頭 大骨頭 對 甚至於可能會偷偷放一點 干貝之類的都可以 我看我們的師傅 所以它這邊的味道 都來自於那鍋高湯對不對 對 那整個吃下去 整個嘴巴裡面都是那個 高湯那個濃濃的那種 那種湯頭的味道有沒有 而且我覺得它用香米真的特別 因為它那個香米 它吃起來的那個飯粒米粒 它是比較黏稠的 所以吃起來它會比較有那種 醬子那種嚼勁對不對 對 所以它這個粥裡面 就除了那個高湯的味道之外 它還融合螃蟹 那個海鮮的鮮味 然後你也知道那種蟹黃蟹膏 的東西只要煮在湯裡面 然後煮在那個粥裡面 它就是很大的享受 重點是色香味聚集 加一點點芹菜 謝謝 那個芹菜 因為醬味都出來 出來 不但出來 而且有激情的作用 這一隻魚也超大的 這一隻魚是什麼魚 紅甘 紅甘 然後吃生的 對 那這樣很好吃 很新鮮才行 很好吃 有青甘白甘 然後我們用紅甘 青甘 白甘 白甘 就是紅甘 就是它上面那個餡顏色又不太一樣 哪邊 照一下 它不是有個黃色的那個餡嗎 對 對 然後青甘紅甘 這條線 青甘紅甘跟白甘 它那個會長得不太一樣 老師 它這個肉真的是半透光到 一種漂亮的感覺 對 像飽食 就像那個 我們說的玉影你知道嗎 它的這個魚肉 一般你吃那個攝影片 它不是肉會比較難攪 它這個肉咬進去 它是那個 綿密的 可是它又是有Q勁 對 很奇怪 不知道怎麼講 重點是吃了之後 有個說不出來感覺 都不想說話 想再夾幾片這樣子 對 而且肉真的是甜的 好甜的肉 小時候我爸媽去菜市場買菜有沒有 一 眼睛要亮 二 肉要反光 三 魚刺不能外露 四 摸它肚臍裡面有沒有 不能夠有一定要紅紅的感覺 它是真正的好的魚 完全都有這個標準 就是看它那個腮裡面 是不是紅紅很鮮紅 然後眼睛這麼明亮 肉按下去有沒有彈性這樣子 真正不好的魚有沒有 不新鮮的一夾 肉是那個爛爛的 而且有些那個魚 那個冷凍再解凍之後 那個吃起來口感也差很多 對不對 這個扇魚是有什麼特別的嗎 有故事喔 扇魚有故事 有故事 怎麼說 這個扇魚跟一場官司有關 因為扇魚的形狀好像蛇 以前台灣人也不會吃扇魚 對 大概在1828年 道光8年的時候 有一個知縣 知縣 派到宜南 來就接受到官司 大家告來告去 對 當地的農民 對 對 田梗 他說你破壞我的田梗 他媽 超破壞的田梗 對 土地中 他去當地一看 發現那個 到處都是扇魚 又肥又大 對 那 他是來自湖北 那湖北 湖南 他們早期就吃扇魚 他們很懂得吃扇魚 對 他說 四天以後 你們通通到衙門來 對 來斷農 被告的 說在當地的鄉民 你們通通來都沒有關係 來了 擺了四桌 大桌的八仙桌 八仙桌 四大桌 對 請大家豐盛吃 對 大家吃吃的 原來這個是扇魚做的 台灣整個 大家開始吃起扇魚 這個是非常脆的 對 這個早期 我們古代說有很多大利士 對 大利士他們就是吃扇魚 那還有一味藥 大利丸 就是扇魚 剛去做的 你在幹嘛 我有吃 大利丸嗎 對 在哪裡 大利丸跟菠菜筋 喂 它這扇魚是真的炒得很脆 而且這真的很台南的口味 因為台南的口味 就是這樣酸酸甜甜 有一次我在香港 不小心吃到龍虎豆 就是不小心吃到蛇肉 真的有點像 很像 而且賣魚是醬油的 對 所以我吃完都會醬油 對 這個扇魚其實真的是 在台灣現在野生的 已經非常非常少了 對 對不對 野生的話價錢它就很高 所以這樣也有福氣 大家都可以 它的刺也可以直接吃 對 沒有什麼刺的 沒有什麼刺 好棒 很有技術的 這個也好 有平常去餐廳點菜有沒有 這是薯仔魚 你在吃的時候 是薯仔魚來吃 師傅 薯仔魚也有果實 記得 薯仔魚 跟一場戰爭有關係 食物都跟糾紛有共 戰爭有關係 為什麼 鄭成功不是到台灣來 從台南那個地方 登岸 把登岸 可是他剛進來的時候 那個水師都是海軍 所以沒有魚可以吃 對 沒有魚可以吃 有一天鄭成功就夢到 說媽祖跟他偷夢 偷夢的意思就是告訴他 沒說無魚 不要說沒有魚 沒說無魚 他以泉舟話 有刺無魚 他說有啊 你們水師駐紮的地方 就有很多魚 第二天就派人去抓 抓了很多魚 不曉得叫什麼魚 所以後來就用後面的三個字 說無魚 刺無魚 刺無魚 有很多魚 事實上每一條魚 它有多少根刺 不好意思啊 不要弄 一條大概有兩三百條刺吧 是很接近 接近喔 三百多條 少一點 兩百八十九 再少一點 兩百七十八 還要再少再少 兩百五十一 可以再少一點嗎 兩百四十九 兩百二十二根骨頭 就跟人的骨頭一樣 一定固定的數量 一定 刺怎麼處理 現場就是這樣拔 它就是直接用骨頭 處理一條虱目魚的魚飼 大概多少時間 我看牠們那邊 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可以弄了 弄一隻 兩隻 我不知道 反正就看牠們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比較慢慢弄 這厲害 整個虱目魚 真的是薄 薄 薄 整隻魚都可以吃 從魚頭 魚身 魚背 這個島是真的 對 到這個魚皮 甚至魚骨 都可以做出不同的 謝謝 做出不同的料理 之前我們到台南去 它就是有一家小吃攤 它就是專門在做虱目魚全吃 就你想到虱目魚全身上下的東西 它都可以吃 包含骨頭 它拿來熬湯 然後炸酥這樣 對... 不同的口味 不同的 這個也很特別 現在這一個是曼波魚 其實它這個曼波魚 它咬起來你也知道曼波魚 它就是很Q 它就是富含膠質 可是我覺得它特別的是 因為曼波魚吃都真的沒什麼味道 對 可是它用的這個 是那個 花菜乾 你知道這種菜乾什麼 高麗菜乾 白花菜乾 青花菜乾 對 這種東西其實就是南部很多 你到南部去效很多 曬乾 曬乾處理什麼 曬乾 喝一下無子西瓜的吃好不好 無子西瓜 有故事了好不好 什麼故事 就經過改革之後沒有指 好不好 我們當作紅酒哥 謝謝 吃完了豪華的海鮮大餐 下一站詹老師還要繼續大請客 三十盎司的阿根廷市燒烤牛排 保證讓你看了流口水 不要轉台 廣告回來繼續帶您 探索一生必長的美味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升降的體驗對不對 洞灘的 龍邊 一條龍 今天這個是大約三十盎司的 那中間這一塊 是我們的所謂的 樂眼的心的部分 光那個碳口的味道 吃起來就只會跳價 可是乾是一定要用水 因為它需要酸跟脂肌肉 三 太好了 謝謝 買得舒服 坐名車 就要繼續吃好的阿根廷牛排 阿根廷有牛排 你看看 美女如雲你看到沒有 又來 她又想跟人家握手 美女你看 你看 一定要的 謝謝 你看到美女美食美車 就是女孩子也是美主食人 謝謝你 那我們可以吃東西嗎 有 一生必長的美味 第二站就要前進全台灣 唯一一家阿根廷市的牛排館 在這家餐廳裡 每一塊牛排都是使用特別定製的烤架 長時間以龍眼目慢火燻烤 才能烤出獨一無二的滋味 而頂級的風味 是需要稍稍等待的 所以詹老師又利用時間 來幫主廚看一下店面的風水 店面風水 溫老師就知道 到每個餐廳 都會有莫名的職業病就上 這種西餐他們會顧風水嗎 只要是有人住的地方 都要有風水 風生水起 有風有水 看到沒有 前門 中門 中門 中門是開闊的 中門 沒有主案 對 放個酒 酒代表跪水 也叫 讚 其次我們進來之後 是不是有後面門 中間門 前門 三個門 三門通 擔心會賢財一入空 這個中堡歪打正著的 形成一座山 使三門通做一個破解 你學正是歪打正著的嗎 他們眼前只是會擺東西 真的假的 我都不知道他們 然後過來就是 左輕龍又擺 龍壓破 虎開闊 所以它這面 用了茶面的鏡子 讓龍都至於壓破 深色的真的會反射的 都至於壓破 所以開闊的情況下 也造就他們賺錢的機會 越來越大 所以我 感慨的就是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升降的梯子對不對 送餐的 龍邊 一條龍 龍邊 一條龍 增加它的動氣 茶鏡 增加龍的開闊 還有這邊是看不到的廁所 看不到的廁所 再把什麼呢 廁所就是雞雞的意思 被包起來的意思 你不要講得這麼白嘛 就是龍邊怕臭 它做這個屏風 進門不見側 側水不外露 側臭不外溢 這是極佳的好功勢 西餐居然還懂那麼多 對 回合它戒指的後邊 前珠雀後懸武 懸武的話 跟玻璃 可以用路面玻璃 來做的調整 讓柴氣不至於外面 原先它用心兩口 希望能夠 做個煙啊 或什麼方便一下 對不對 但是不要讓 後面有太多的門 或行外露 會不會形成一個巨寶門 巨寶門 那會不會把錢聚在這邊 老弟友好 好 因為中獎 我就把它給你衝上一下 中大獎 對 平常是比較差一點 這個比較更好的好不好 今天這個是一個 大約在30盎司的熱 30盎司的 對 聽說那切把眼的時候 東西就在哪裡 我們會把這個熱眼的 熱眼心跟熱眼蓋的部分分開 然後之後 因為我們是帶骨 所以會把骨 去骨 對 我們把骨去掉 那熱眼蓋也就是我們 所謂的老胖眼蓋 老胖眼蓋 對 英文叫做 好 那這整個是 眼睛就是中間的這個油脂 對 然後我們熱眼 這個油脂把它拉開之後 這上面就是上蓋 下面就是熱眼心 所以同一塊肉上面 可以吃到兩種不一樣的口感 有學問 有光那個凍刀有沒有 就是位置在哪裡 對,你要知道油在哪裡 現在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 它其實還是很熱 但它並不會有很難 所以我往前會來 是因為我們沒有 是因為我們沒有一種 大火、大火 對 很多人說 最好吃的肉在油的房間 對 因為有些人說 最好吃的肉是在哪個房間 對 正好夾在那邊 所以它有骨頭的那個香氣 也有油脂的那個軟體 所以這塊肉算是滿對的 我們正好有叫 骨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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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火燻烤過的頂級牛排 拿下烤架後 經過精湛刀工現切 再將表面二次燒烤焦化後 就能準備上桌 這一套料理流程 都是旅居阿根廷二十多年的主廚 帶回台灣的 趕快來品嘗看看 南美風味的牛排 是什麼滋味吧 我剛剛看了一整大塊 它有牛排服 我有種感覺就好像是 法國麵包的感覺 而且很奇怪耶 然後它切的那一瞬間有沒有 內層和外層顏色不一樣 就好像是看它麵包的感覺 但是是餅級牛肉的那種感覺 它這個牛肉好爛 你們兩個剛剛在那邊看了 師傅在那邊切 我們講奇怪 它的肉都會彈、會抖 所以就是它這個肉 到底講是好吃 但是五、六分的那種 它現在目前大概是在六分左右 對不對 可是其實它裡面的顏色 它是粉紅色 你現在不以為它好像只有三分熟 但其實它是粉嫩 又有粉紅色又有彈性 感覺那個非常舒服 沒有 因為其實 這有一個誤解 就是大家會認為說 依顏色看的顏色來去取決說 它的熟度是多少 其實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是應該是 是溫度 對 溫度的取決是它的 所以你已經開動了 怎麼會講意思 不完結 我這個手不單純好不好 好 我也能聞到 我會比較建議先從中間那塊開始 什麼 對 中間這一塊是我們所謂的 樂眼的心的部分 光那個燙火的味道吃起來就 就值得跳價了 對 那是龍眼木燙火的燙火 完了之後我們可以嘗嘗左邊的這個 叫做樂眼蓋 它肉好滑順喔 對 跟看起來的完全不一樣耶 而且不該有的血腥 都沒有出現 我們就很浪費出來的 對 它會有一點點的嚼勁 可是不是讓你攪不動的 對 因為龍好的牛肉 不需要加醬汁來醃製 對 不需要醃製 但是也不需要添加太多的醬汁 對 我們就是純粹品嘗肉的 其實那個師傅 你剛剛那個在做的時候 不是很神奇嗎 不是有臉的嗎 對 為什麼 不是只是神奇 它是一個生半火的 原的一個生半火的 那為什麼呢 對 因為我們一般在吃牛排的時候 牛排吃不動靜的溫度 個人喜好的水素質感 但是有的時候有些人喜歡深一點 可能就在五十個度左右 喜歡熟一點的可能在七十或七十五之間 好 那這樣子的熟度 其實我們在不管用烤箱 還是用鑄鐵鍋 還是用平底鍋煎它 都是要用高溫 才有辦法把一個這麼厚的肉 在十九十分鐘把溫度蓋到兩邊 從深的開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破壞它表層 最少一公分半的肉質 那這樣是很可吃 當然如果那個肉質很好的話 所以我們就會用慢火的方式 就是那邊大概只有八十度 為什麼要用八十度 或是甚至不到九十度的溫度 對 因為它用這樣的溫度 因為那個溫度不會使它的 就是水分整化掉 所以在慢火的塔台上 你炭不到煙 它這塊有油漏的這塊 這塊是剛剛 五邊肉 對 我們剛剛所蒸的五邊肉 這一塊是可以吃到它那個油 跟那一點點雞的那個嚼勁 那個香味 對 更有肉的味道 對 這個好香喔 應該有一個盼火的味道也融入了 對 那當然因為六十七個小時 就是那個油跟那個炭火的味道 融入在一起 又有那個肉的口感的味道 其實這種炭烤的那種方式 在它增添 然後其實應該是你家常的肉 應該是說很鄉下的做法 對 很農場的那種做法 他們以前是在農地挖一個洞 然後就直接把它剝 就是炭火生在那個洞上 然後完了以後是 沒有像我們這個自駕駛一樣 對 他們是直接用生皮 做一個像十字架一樣 酷耶 然後就直接把它用鐵絲綁這樣 把它擦在地上去之間 所以像你講 就有點像我們台灣的 對 台灣古法 對 台灣古法什麼 湯跟茄子 所以它這個牛肉 它是會有一個性的 其實我們會從湯開始 像這邊的是 像牛肉的湯 在那邊的話是某某某濃湯 然後我們的清湯 有濃湯可以選擇 那像中間的部分 我們還有沙拉 可是剛才是一定要用水果 因為它需要酸跟甜來製作 所以這個是那種熬蝦嗎 對 它那個是 其實那個蝦最常在做的是 醬料的部分 它是裝飾比較多 那好乾 我們的重點是 中間的魚子醬 我們會把它煎到 就是半生熟的狀態 然後下面搭配的是 我們的那個 松露奶油醬 乾貝熟度真的剛剛很好 它咬下去的時候 它整個就是 有干貝的那個香氣跟那個甜 我覺得那松露醬配得好好喔 今天很高級 我雖然中了獎 我們都是更高級的 要一點 不認識我們這個 剛剛不是你本來就認識的 你都說到這個 認識這個餐廳 好舒服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他不認識我 品嘗完了精緻高檔的牛排 下段節目裡 詹老師和盈盈 還要繼續他們的奢華之旅 在台北東區的巷弄裡 品嘗日本血統的超美味冰淇淋 千萬不要轉台喔 冰淇淋界的老實感覺 就像我跟冰淇淋一樣 我私冰淇淋的冰淋 就像是用雪桌出來冰淇淋的感覺 它好天爽喔 因為我們的社長 就是當出發作的時候 它就是它好像有在 吹雪的感覺 有在吹雪的感覺 很戀愛的感覺 一搭比一搭更高的一 老闆 最好的功能 東區賺錢 好格局 台北 買了這麼多東西啊 你還有一樣東西還沒有做到耶 還有沒有做到的 就是那個勞斯萊斯啊 我真的好想要喔 勞斯萊斯就勞斯萊斯嘛 誰怕誰啊 這邊就有了 都去哪有啊 白色勞斯萊斯喔 白色的喔 老師 這個是 這是冰淇淋店耶 對 冰淇淋借的勞斯萊斯 家裡也能拗喔 奇怪了 有衣服借的 也有休旅車借的 也有冰淇淋借的 所以規定要什麼借的 我說老師啊 你還真會拗呢 不過說到這家店啊 他們的冰可是真的有 冰淇淋借的勞斯萊斯之稱喔 雖然一杯要價近兩百元 不過啊 從口感到味道 保證都是上上之選 還有很多網友說 吃起來 味道就像出雪一般美好 馬上喔 就來品嘗看看吧 不一樣的 我們那個會長吃了頭髮都這樣子 雪白雪白的 這位是社長喔 會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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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借的老師來提 就像我像迷你借一樣 我是迷你借的 我剛剛聽他們說 從那個冰箱拿出來要趕快吃 你給我麵 好特別喔 它外面 它這個牛奶香 恭喜我北海道的回憶 它這個牛奶很香醇 可是你剛剛吃下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外面那一層 有一點好像是霜 很像在 像我以前小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我有試過那個 從地上刷那個雪 它感覺好像很像在吃那個雪耶 就像是用雪做出來冰淇淋的感覺 它好清爽喔 因為我們有鑽石冰這麼粗 可是又能夠吃到它那個脆脆的感覺 酥酥的感覺 原來我這個是咖啡耶 老師出手 一次就給它來個四根 老師你給我一人兩杯喔 是啊 太好了吧 對不對 社長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你這個原料為什麼 感覺跟我們在日本吃那種 冰淇淋一樣這麼濃醇啊 因為我們這個牛奶 要主要固形脂肪達到3.6 然後呢 它必須是低溫砂菌的 才能夠吃合格的牛奶的品質 低溫砂菌合格的品質喔 為什麼你們的裝淇淋啊 吃起來不像一般那種冰淇淋 就是會覺得很膩 然後會覺得很甜 就因為我們要吃它是低溫砂菌的 如果是一般高溫砂菌 會好像在嘴巴會有些滿新鮮的 那就是因為那樣的效果 所以因為是低溫 所以會特別清爽 它有一點點那種 義大利冰淇淋的那種口感 對不對 就比較不像一般那種 你在外面吃那種黏奶冰淇淋黏黏 黏黏粗粗 然後吃完以後還會覺得整個嘴巴 裡面都是弄糖 最棒的就是你吃冰淇淋 還能夠喝鮮奶 一口鮮奶一口冰淇淋 鮮奶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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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咖啡耶 有一種戀愛的感覺 進入一個錯亂的感覺 對不起啊 我剛剛其實有想要聽你說 你說你是迷你界的什麼 兵力 你是迷你界的兵力 對 那我就是外景界的 Toyota也不錯啊 拿保健泥 Toyota 在你身上還有很多的 你要忍耐一下 對 我也忍耐一下 對 那這個就是 冰淇淋界的老師還是 我們的咖啡是 那個中南美就是 海拔一千五百公司以上的咖啡豆 然後台灣的業者烘焙 太棒了 所以呢 然後我們是用 Espresso的做法 然後再是用Latte 又調和了 辣椒的牛奶再上一次這樣子 我超愛喝咖啡的 今天又遇到我自己最喜歡的 所以你看他就是把那個 甜甜的冰淇淋 然後放在他這個咖啡裡面 其實就感覺到味道 就是很像你在喝咖啡 可是上面有冰對不對 有牛奶的冰 剛剛詹老師說的 就是像在初學 但是我們日本社長 請教我兵力就好了 兵力 OK 兵力現場 因為我們社長 就是當初他做的時候 他覺得他好像 有在初學的感覺 有在初學 談戀愛的感覺 對 恭喜我在日本念書的時候 跟我初戀的日本女人 接吻的時候那個感覺 聽起來有點不太乾淨 可是滿不錯的 不是 因為你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腦海中會浮現 很多很多不同女人那裡 我不知道你在想說 你是哪一位 它裡面 它其實有很多 是有點像那種小碎冰這樣子 對 包包的這樣一塊塊的 所以它這一整杯 它會有三種不同的口感 對 好特別 其實我們那個冰淇淋 出來的時候 他要經過10秒更長 10秒更長 一拿了他還沒有付錢 你願意就把它吃掉 其實他用冰的綿密 幫他用封存起來 把綿密的感覺 封在冰的味道裡面 然後所以他重新到你嘴巴 就第一口 那一口 那一口是最純淨的 就會感覺好像在吃冰 但又好像真的在喝鮮奶 怎樣 講到我吃起來很像在開 勞斯萊斯的感覺 那種尊貴 那種驕傲 那種無能能比的感覺 完全油然而生 是不是 從我的眼神 跟我的微笑 然後那股冷漠的感覺 就是在開勞斯萊斯 看來冰淇淋界的勞斯萊斯 真的是夠厲害 才讓老師如此陶醉 雖然盈盈沒買到 真正的勞斯萊斯 不過你也該要滿足了 下一站 老師特別要帶你去 當一下名媛貴婦 來到台北知名的 精品百貨裡頭 據說這裡有一家 相當精緻的法式料理 使用進口的松露 作為食材的靈魂 還真的是有夠奢華耶 老師 對 你帶我來這麼高級的 百貨公司裡面吃東西 你可以嗎 你是講哪方面 各方面 我當然可以啊 真的假的 有福同想中個獎 大家一起花嘛 可是我們 想吃什麼 就盡量吃嘛 可是我們今天已經吃了 很多餐高級 你這樣會不會倒貼啊 一滑比一滑更高級 老闆 最好 大家可別被詹老師嚇一跳啊 雖然中了大獎 不過是才如命的他 怎麼可能把白花花的鈔票 拿來亂撒呢 趕快趁大家不注意 偷給他撿回來 不然待會兒要怎麼付帳單 你說是不是 老師 我們很少來這麼高級的地方 它這個格局 其實長得很特別 不知道就是以你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它這個格局怎麼樣 從來沒有一間餐廳 上天羅 下地網 什麼意思 天羅 天庭 這麼開闊 高漿就有四層樓的 這必定是富貴人家 或富貴餐廳 這第一點 第二個它呈現一個 四分之一圓的 就是俗稱的叫做 玉帶環繞 也能夠擁抱財富 第三個你從門進來有沒有 一般會看到 門 窗 走道都沒有 形成一個L型的鉅材 其次就是每一個房門 都沒有正對它的入口 都是賺錢的好格局 它有好多小小包型對不對 對 重點這麼好的情況下 百密還是有一書 哪裡 多數不好來台灣 怎麼了 沒事賣松露 不見得要有松露樹 這個樹在正中間 就像房中針一樣的 對喔 房中針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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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插入了你的身體的中間 那麼這個應該往旁邊移 那麼在移的情況之下 不至於每個房間看出來 那個房間看 那房間看來 都是高級 老師 我們今天是高級 我們今天高級 高級 等一下還沒到 我們第一個來到 人來說 有人這樣在甲高上去 好 所以這個針 有必要可以往偏左邊 以這個方式來看一下 這裡 放到邊邊去是不是 對 放這個角度 樹還是存在 放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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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裡就沒有所謂的 開窗開門見針 也沒有防中針 那麼榮高虎低 那麼我自己可以製造一個 我覺得會更好更好的一個氣場 極致奢華的法式松露大餐 廣告後帶您一起品嘗 香氣逼人的松露燉飯 多汁鮮嫩的皇室豬排 保證讓你口水直流 千萬別轉台喔 這個是 餐桌上的 鮮 它香味真的太犯規了 它那整個米粒咬進去 裡面都有那個松露的味道 對不對 這個茶裡面最厲害 欺負它的孩子 是什麼 它上面就成泡泡 它可不是普通的泡泡 這是得力煮出來的泡泡 中了大獎的詹老師和盈盈 今天來到了貴婦最愛的松露餐廳 號稱是餐桌上的鑽石 價值連成的松露 究竟是什麼樣的滋味呢 讓詹老師和盈盈 帶大家一探究竟吧 這就是 餐桌上的 這個松露人家說 這是世界的頂級食材機 你知道嗎 對 一公克大概是600塊而已 對 七顆差不多2 3萬塊 它真的跟鑽石一樣貴 今天帶妳出來開個養分 不行 我們還是要維持 那個名媛的樣子 對 今天帶妳出來開個養分 我要回到我平常 不是工作熟的樣子 真的 妳就稍微 妳就不太像 怎樣 什麼 你說 今天好好帶妳好好吃一下 好不好 享受一下好不好 讚 對 居然妳剛剛拿那個的話 最像的就是妳這個松露燉飯 對 這個的松露 老闆說 它要跟這個義大利的米 相處在一起一週 它要先朋友感情 那整個的松露的味道 能融入米當中 就像這樣對不對 風唇 對 它香味真的太犯規了 一般吃那個松露菜有沒有 弄個紙片讓妳高興一下 它整個飯裡面 好像都放了松露東西在裡面 對 它那整個米粒咬進去 裡面都有那個松露的味道 對不對 因為它這其實感覺 很簡單的一個飯 你看起來這個松露燉飯 就只有這個燉飯跟松露片在上面 其實它這裡面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豐富 可能也有一點點蒜 一點點什麼對不對 對 它米粒其實不是軟軟的 但又不是像那個西班牙飯那種 太硬 它這個是軟硬適中 但是有一點點偏硬的口感 再來你看我這個 它說這個豬排 一般我們來這種店 我要去點豬排 你一定罵死我對不對 對嘛 我跟你講 它這裡的豬排很厲害 因為它叫極黑豬 不是 是它價格會飛 譬如說在日本 我們看到的黑毛豬 就類似 肉質最好的 又長不大 就類似日本和牛 那種有大理石紋路有沒有 可是重點是 你知道這種豬 以前是在人家那個溫紗寶 就是黃氏 黃氏出的那種 養的 專門養給黃氏人吃的 你看它的豬肉 它豬肉咬起來 它真的口感 有一點像松露燉的口感 對不對 它比較彈 而且你看它那個橙面 一塊豬肉現在有不同的 橫紋有沒有看到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可是咬起來有不同的嚼勁 它配這個慕斯 真的是太對了 你知道這個慕斯是什麼嗎 你可能以為它是一般的 什麼奶油醬什麼 不是耶 它是馬鈴薯泥 可是它這個馬鈴薯 已經不能叫泥 我覺得它就是馬鈴薯的慕斯 它這邊除了這些主餐之外 聽說它的沙拉也很厲害 學問大了 學問大了 大家都知道 海膽是非常高級的 非常珍貴的 汙泥 可是老師你知道嗎 他說它的沙拉 這個沙拉裡面最厲害 其實不是它的海膽 是什麼 是它底下這顆蛋 這顆蛋是公雞跟母雞結婚 洞房完以後生的蛋 就是有受過那個的 對 沒錯 所以它的其實也沒關係 不過就是公雞母雞 就是受過精的蛋 對 所以它聽說蛋的味道不一樣 你先慢一點 他說你就輕輕的 這樣子把它切開 對 泡沙拉的蛋液會流出來 流出來之後再跟這個 是 它其實你可以讓蛋液流下去 因為它底層還有一小塊麵包 然後上面這個碎的沙拉 你可以把它弄碎 它是 有沒有 你看 它增加口感 這瘦筋軟的 這隻是公雞 瘦筋軟的 你要知道了 對 這個是公雞 它這蛋不是亂講的 吃得出來 它的蛋跟一般你吃到蛋黃 味道不太一樣 它這個蛋黃有一種很特別的 那種蛋的香氣 然後它的蛋黃是很濃稠的 它的沙拉好讚 喜歡喝湯的話 它這個湯也很厲害 他說它這個叫爽瓜精力湯 又受精軟又爽 到底怎麼回事 妳是怎麼 妳的名稱 高級 又要同邦 又要受精軟又要爽 高級 高級 感覺好像 感覺情緒會一直起來 也是 是 這代表其實吃松露餐有沒有 它就是一種很容易會讓你 就是男生跟女生進化的餐 你不覺得嗎 就浪漫 然後東西又好吃 又是氣氛 所以它爽瓜就是 聽說就是冬瓜 對 其實它爽瓜用的是 台灣在地的冬瓜 然後你看上面這層泡泡 它可不是普通的泡泡 這是蛤蜊煮出來的泡泡 所以就是蛤蜊最精華的地方 可以是那種顯金之類的吃 也讓人家很爽就對了 就像你泡人生茶 那個皂乾一樣的精華 蛤蜊泡泡 就其實它所有東西都有松露味道 但是其實說真的 一個Set吃起來 你不會覺得很膩 你會一直想要吃 就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好像吃完以後 還會想要再叫一份 你等一下還不會有行程吧 相信能滿足妳嗎 那我算什麼頂尖的老師呢 等一下還有 對不對 那你那個 你那個真的錢要好好算一下 我怕你等一下要倒貼 我跟你講 這種中獎的錢有沒有 一半捐出去 一半就要好好把它花掉 那居然這樣花 你等一下帶我去買給LV好了 LV 我這 我這 那個奇異筆借一下 你不要嗎 好 你帶我去 LV 好了 拜託 你都中獎了 好 究竟中大獎的詹老師 會不會順著隱隱的意 帶他去買一個LV包呢 不要轉台 廣告回來 帶你見分曉 我是第一代奇異市場的 那時候騎的時候腳要降 你知道嗎 它的蛋捲真的很香 對不對 有沒有 蛋捲的這樣吃飯耶 在抹茶咖啡或抹茶他們灑上去 老師 吃吃看它這布朗尼啊 聽說布朗尼也是一個很大招牌的 我們布朗尼是特別找人家 為我們 而且訂購 這裡畫了LV LV 要覺得LV要開玩笑啊 真的啊 我說話會哈啦嗎 老師 你對我們也太好了 這個LV值錢很多耶 對 LV是LV 這個至少個V 對不對 叫VSPA OK OK 這裡我可以介紹好可愛的小紅喔 對 兩位很不好意思喔 這是我們店內的收藏品 好 沒有 對不起 對不起 謝謝 我們以前這個時代 我是第一代騎VSPA的 那時候騎的時候腳要這樣騎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這樣騎 就酷嘛 耍帥嘛 這樣很帥嗎 那時候椅店你知道吧 這邊要噴那個你知道嗎 上車把女孩 踩在夕陽下 那個厲害了 對 而且這個座位有沒有 記得喔 這邊一定要打蠟 為什麼 這裡不用打蠟 女生就很莫名其妙 一直往輕滑 一直往輕滑 你真的要噁心 噁心 我來告訴他說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不要一直上車 年輕嘛 你要吃狂一點 小朋友 不要學這個 送什麼送 與其送這個是短暫的 但是吃到真正的美味的時候 才是永恆的 什麼東西吃 我來介紹你 真正蛋捲界的L 蛋捲界也有LV 對 而且我剛剛去的廁所 跑一趟 到廁所非常的乾淨 證明這家餐廳 可以做出LV的水準 廁所跟LV的蛋捲的關係 蜜蜜蜜老師誰是HERMOS 細細的吧 三星生吧 是細站 靠你笑是不知道的 那朋友不相接口 我都沒有套過的喔 你知道嗎 他沒有跟你套過嗎 第一次見面 多話不說好不好 好來 吃吃看 吃吃看 謝謝 帥哥老闆不但會做蛋捲 還很會說話呢 難怪這家甜點店 收服了許許多多的少女 淑女跟手女 以蛋捲為主打 創造出各種 創意甜點和飲料 就是這裡最大的特色 號稱LV一般的精品等級滋味 在店裡如果吃不夠 還可以買禮盒帶走喔 是蛋捲界的LV LV LUIS BATON 對 那我接到老闆給你認識一下 也是老闆界的LV囉 LUIS BATON 不錯 我是迷你界的HERMOS 那我是... 不要說了 趕快來吃吧 對 這蛋捲是 起司口味 肉粿 抹茶 加巧克力 抹茶起司巧克力 那我可以先吃蛋捲嗎 你講得它那麼厲害 害我好想吃看 它的蛋捲真的很香耶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蛋捲 跟一般那種 吃起來不太一樣的感覺 可是它厚薄也稍微調整過 其實我們是做這樣的大小 跟這樣厚 其實最適合女生可能就是比較 我們吃東西比較太... 大口 對 比較很好 然後入口 因為有些蛋捲 它會強調它很多層 可是其實很多層 你吃到嘴巴裡面 如果沒有夠層次感的話 其實吃起來會覺得 太乾 而且會... 太厚的話 它太有飽足感 不喜歡吃到 女生不喜歡說 吃兩個飽的 對 這就剛剛好 而且那個蛋跟那個香味很重 因為我們的蛋捲跟外面的 比較是比較屬於鬆 對 然後它不是那種脆 對 為什麼... 其實最傳統的蛋捲 應該是這個樣子 它不是硬 脆 不要客氣 它是加了很多別的東西的 脆皮酥的那種感覺 確定書 你說我的外汗嗎 真的嗎 我小時候的頭髮跟確定書一樣 是頭髮喔 頭髮 還好是頭髮 這個怎麼那麼好喝 這個是我們的抹茶脆片 剛開始看 有什麼八枚什麼年糕 你知道嗎 真的 真好喝 我問媽媽怎麼把八枚年糕放這裡 是忘了收走 老師 它的肉桂蛋捲很讚耶 它肉桂蛋捲 你不會覺得那個肉桂味太重 它是一點淡淡的肉桂香 這就是很適合下午茶拿來吃 而且更厲害的 然後配一點茶點 它這個飲料有沒有 上面還撒著抹茶蛋捲的穴 對 是不是 抹茶 茶鐵就是抹茶的碎片在上面 對 我又沒喝你的 對 有沒有 蛋捲能這樣吃吧 在抹茶咖啡或抹茶上面撒上去 它這是完全沒甜味的 因為抹茶本來會帶一點皮 加上我們的蛋捲下去的話 其實它的味道是很好 正點 特殊吃法 這個好搭這個甜點 這一杯也很甜 這一杯就是奶 這一杯灑的是巧克力蛋捲 巧克力蛋捲對不對 可是我剛剛花了很久的時間 才把它吸起來 因為它很濃 它是烤蒸鍋 喝抹茶 喝咖啡 或喝任何飲料的時候 蛋捲放上去 另類的吃法 好不好我們以後咖啡也可以加 另類的口感 可以 對 因為我們這邊的客人來 先點些東西 然後咖啡就是直接灑蛋 那我下次吃飯 他也要包一個蛋捲對不對 您說的都可以 或是我們怎樣吃蛋餅對不對 也包一個蛋捲 可以嗎 只要你高興 有什麼不可以 對啊 真的 老師 吃吃看它的布朗尼 聽說布朗尼也是一個很大招牌 對 我們布朗尼是特別找人家 為我們吃的冰箱 怎麼說 就是巧克力 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因為一般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打喝可能有熔岩 有可能有這種方式 可是因為我們有冰淇淋 有蛋捲 夠工又夠了 吃吃看就吃的其他的 我吃啦 東西就是不一樣 真材實料 其實我們每一樣食品 在挑的時候 都會拿捏一點 不要太小朋友的口味 我們希望正中一點 對不起 這個厲害 簡直就是一顆一顆的草莓 塞在嘴巴裡面 它真的就是 夾上冰度的草莓 是草莓嗎 真的 這就是草莓啊 真的很草莓 我以為你隨便講的 就是一粒粒活生生的草莓 含在口中 它真的有草莓喔 對啊 不是一種比喻喔 你們希望讓客人吃到的東西 都是天然的 然後就是 能夠越接近它原本的食材 是越好的 老師 謝謝你今天帶我吃 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雖然隨便刮一刮就種一百萬 你種一百萬喔 這什麼大不了的 你種一百萬 你今天才帶我吃四塊耶 你的個性最大的弱點 就是不滿足 真的 然後喜歡鬼有鬼叫的 多少人吃不到 人家這樣比啊 人家正面思考啊 好 不要鬧啦 說真的今天雖然說 你當然要買那個LV沒買 老師來是沒買 可是說真的 吃這些東西我覺得 好像還比那些划算耶 當然啦 你想想看 光是招待所 他不知道啦 對不對 招待所 還有吃老師來師的那個 冰淇淋 還有你看看 這個大牛排30盎司的 整個跟我們臉一樣大的那個 30盎司阿根廳大牛排 對啊 還有這個蛋捲界的LV 對啊 對不對 每一個都真的是真材實料 還有鑽石 什麼鑽石啊 東路啊 那全部都是東路的那個料理 是不是 所以不囉嗦 中獎一次好做 有一就有二 你還要再刮喔 開玩笑 好 我也想刮 再刮下去了 搞不好來個兩三百了 真的 謝謝 謝謝 那要不要打包給我們 帶點回去 我是肉的嗎 你居然敢在節目上要 我是肉的嗎 你居然敢在節目上要 我不要 我們藝人都要一盒 謝謝 為什麼你們會想要做這個蛋捲來賣 我們本來做蛋捲 一起 不要撿就這樣子 我捏到它不行 什麼意思 我吃蛋捏到它不行 你來繼續拍一個 不要猜 打包打包 你要不要 你來打包 好 藝人 帶走 女生來真的 就要稍微吃小塊一點 不會啦 現在是因為我在拍 裡面這樣看起來很好吃 你怎麼知道 我沒有 上次我請客 你還是吃也吃啊 我吃不下 不然我沒吃 我今天煮飯之後 你知道嗎 你都趕了 他全部趕掉的時候 我utter 你可是誰 你摇不下